中国实力派画家庄宏毅热爱大自然 几乎每一幅作品都离不开花卉元素 当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 就是将中国艺术的灵魂、圈纸 折出上万个花朵 再喷洒颜料 形成一幅看似荷兰花田的作品 他说大自然的美 不是让他感觉有生机和活力 就连心境也变得格外愉悦和谐 希望能继续用花语的积极能量 去感染更多人 中国当代艺术家庄宏毅 196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 长大后便移居荷兰工作 一眨眼就二十多年 也正因为在中西两种不同的环境下 生活和工作 让他的艺术灵感风格出现 爆炸性色彩令人惊叹 俄罗斯圣彼得堡 艺术当代博物馆 广方早前就向重庄宏毅的 花坛系列浮雕作品 认为他将中国文房四宝之首宣制 与让人憧憬的荷兰花田 这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 完美演绎和体现出 守旧之鱼也懂得创新 不会枯燥无趣 而一样看着 几个人的角色 我们在北京的角色 看着我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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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西部的角色 有很多人的角色 都在中西部的角色 都在中西部的角色 但这些角色看着 完全不同的角色 而是在中西部的角色 张宏毅透露自己作画那么多年也曾来到十字路口 完全找不到灵感甚至感到厌倦 于是决定放手尝试新画风 重新找回对艺术的热情和兴趣 他利用花朵的五彩色调与观众相互交流 除了分享文化差异 也教他们领略大自然的魅力 因为我画了很多年的画 很多年的画 然后它都是平面的 但是等于是后来就比较 因为画太多了就失去兴趣 然后就开始朝手的一种手工的一种东西开始做 然后逐渐逐渐地就把它朝立体的方向 因为我不想有一个画的概念 我想有一个雕塑 还有那种object 就是一种材料的一种东西的一种立体的 所以说在我的flower bed里头 它没有那种画框 装红艺的作品曾在巴塞尔艺术展 民众可从本月22号起到5月23号 前往圣彼得堡艺术时代博物馆 欣赏庄大师的著作